如果你有留E-mail的话,我会直接寄给你 如果你没有留E想加入的话,这边有论坛 那你可以直接从论坛加也可以 论坛特别注意,你要加的话 记得就是要给我一些相关的讯息 包括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名字 至少给我个名字 不然的话我不确定你是我们这一班 我没有对外开放,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相关今天上课的内容都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像录制聚集的结果 还有就是说加按钮啦 或者是说公式 我们先输出一个就刚刚那个 然后再加个回圈 那我有用黄色这个mark把它加起来 所以如果你假设刚刚打程式有问题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找到答案 或者参考影片也可以 反正就一定要把它熟练 那清除之后的话 这个清除程式在这边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我们会再讲就是说 这个不是丢公式 而是做出最后的结果 所以也就是最后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 这边 就是刚刚输出 这边的话会有公式 如果你用盟号的话 这个它里面的结果 就是最后串接好的结果 所以特别注意 不是丢公式 因为丢公式变成你 假设你在VBA里面 E-Sale里面有公式OK 可是如果没有 那你如果说要直接在VBA里面把它串接好 再丢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这是下礼拜要讲的 然后另外就是 刚刚有秀给各位看了 如何在E-Sale里面 产生那个使用者定义的这两个方选 这个叫方选 刚刚叫Sub 那这个叫方选 所以VBA里面主要就两种 一个叫Sub 一个叫方选 然后因为今天时间要讲这个可能不太来得起 所以今天的话也许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回去另外的话还有时间 请各位就是再把这题目吧 这边留下中文的部分 另外还有什么判断数字跟非数字的资料 这个其实还有什么英文 非英文 另外还有就是说 151吧 下一个礼拜会讲到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B栏的东西 这个是4E 这个delete掉 一样 把刮斧里面的资料帮我搬过来 如果有刮斧有资料就搬 如果没刮斧没资料就不用搬 就保持空白 怎么做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先用函数 所以函数 这边有了 不过先不要看 OK 大概就这里 可以用fine 可以用mid 可以用ifl 但如果不是的话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用VBA完成 OK 也许就是丢公式 或者是说你在VBA完成 再丢结果 OK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 想要上课模式OK吧 请各位注意 因为我所有的资料都放云端 所以如果你需要讲义的话 你在自行列印就好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话 就先到这里 OK OK